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 今天已经成为推动国家发展和进步的主力 他们以轻盈的心态和步履 展现着青春中国的崭新面貌 迎接着属于他们的新世纪 世纪之交的广场 也在他们的欢呼声中迎来一个又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一、二、三、二、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宏伟的天安门广场 以及贯穿东西的长安街 在飞速流转的时光中 目睹和经历着巨大的变迁 不知不觉 这里的人们迎来了自己国家六十岁的生日 按照中国人的惯例 六十年是一个甲子 一个甲子 是一段沧桑时光的终结 也是一个崭新篇章的开始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们来到这片被称为中国心脏的广场 不难找到那些属于这个国度的过往记忆 天安门城楼上 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 以慈祥的目光 注视着这片 他们那一带人为之奋斗一生的土地 每逢五一和十一 广场的中心 也会矗立起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肖像 二十世纪中国的这两位伟人 先后怀着事业未尽的遗憾 和对美好中国的悉迹 在这座城市 离开了他们挚爱的人民 今天 他们终生追寻的强国梦 终于开始变为现实 在这座城市 在这座城市 之后 来 最大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片经历百年风云的广场 在历史的惊涛骇浪后 此刻显得如此安然平和 每天数以万计的普通人来到这里 举起相机留下身影 而明天他们也许就会告别广场 回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 每个角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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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